劳保有一笔嘛 你知道还有一个叫做劳退吗 劳退不就劳保里面的吗 没有劳保 对 你知道还有劳退吗 有两笔 不晓得 两笔 不知道 我只是怕领不到而已 讲到退休金 民众各个补萨萨 根据统计 劳退新制光是今年就有20亿 没人领 通知3.3万人 那他们里面的6%退休金 总金额是20亿 那大概平均的金额是4万块 原来其实每个劳工到了退休 基本都有两笔退休金 最多还能到三笔 一个是雇主负担70% 政府20% 劳工自提10%的劳包老年给付 另一个就是现行雇主每月 提拨6%的劳退新制 而如果是在2005年7月之前 在同一个公司任满25年的劳工 还能多拿到一柄劳退就制 那其实这个新制的6%退休金 是94年7月1号之后 有去工作的人 就会有这一笔退休金可以领 老板给的6%退休金 根据现行劳退新制规定 劳工只要年满60岁就可请领 如果工作年资满15年 就能选择月领或是一次领 但是如果劳工在请领前过世 遗属的请求权就只有5年 不知道 会会注意到 提早安排 就是因为大多数民众不知道 因此劳退新制上路12年来 已经有14000多名劳工身雇 已属未请领退休金 金额就高达2.1亿元 民众得多注意自身权益 否则辛苦工作提脚的代价 恐怕会白白溜走 东森 财经新闻 刘智欣 陈伟又 奏合报道